大家好,我是JT 歡迎收看經驗者實戰教室 接下來星期天,11月3日 沙田會居行10場草地賽事 今天我會為大家推介三匹馬 第一匹就是第四場 四班千二米 我要推介的馬匹就是9號的勝利神區 這匹馬最主要就是看上季 735場次 這場排了12檔 沿途放頭 最終只輸給二戰常勝 四分三個馬位 那二戰常勝是什麼馬? 相信大家都知道 他之後升上三班都入Q 今天是一匹很強的馬 那勝利神區能夠只輸給這匹馬 不夠一個馬位 其實就很厲害了 你看回他跟第三名的爭選威 根本已經是打掉他差不多三個馬位 你看看身後的日池千里 敬先生 這些之後全部都會贏 所以顯得這場的水準很高 加上你看回 勝利神區的完成時間 是1分08秒8 你再對比起同日 另一場四班千二位 因為老班精神 贏的時間只有1分09秒3 雖然他贏三個馬位 輕鬆贏的 但是勝利神區 這個1分08秒8 其實是很有水準的 但是他之後 那幾場又沒有表現 但是你留意他跑的路程 是一場填了1400 之後就飽谷到1200 那今季了 都是跑填了1400 還要氣管有血 所以我覺得這幾場的敗職 都可以抹掉他 那今場休息了 一場休息了 粗夠來跑 終於報回田草的四班千二 那我覺得 這場他幾乎都是有的 因為看回這場的形勢 這場的馬 貌似都幾多匹 會跟前的馬 但是呢 放頭的馬就不多 預計勝利神區 會放到的 那另外一部分 可能會放頭的馬 就是精彩勇士 但是因為他始終排了12檔 那勝利神區這個7檔 怎麼都可以頂住他 另外會跟前的馬 我估計是 換好世界 勤得俱備 和成終勇士 甚至是果然僑倖 都有機會是跟前的 那勝利神區 就算我排這個7檔 我都覺得 以他的前速 至少可以 放到 尼爾碟 望空 甚至是貼到爛 因為這場的馬 都沒有一匹馬 是特別實際的 例如健康快車 這些 隔了差不多200日才出 狀態 無論如何都不知之數 加上他之前都沒有證明過 什麼頂磅是可以的 所以這些 都是看一看 另外 唐不甩 連續兩場都上名 那 上場 登城千四 就跑到第三 那這場 又縮回來 1200 但問題是他這場 又露拉 除了頭罩 那 小事話 又是未知之數 都是 有點疑點的馬 我覺得 做腳比較適合 另外的馬 滿好世界 上場 就排了一檔 賺了腳情之下 但是 入到直路 就有點困失 但是 如果不受困的話 但我覺得 都未必贏得 所以 這些馬 我都不會看得這麼高 另外 勤得具備 市集當然是不錯的 但是 都 證明都不算太多 那 反而這匹城中勇士 我想說說 因為他其實上一場 他跑的第三 那個短足是挺好的 就是 他是 跟前虧了一個快捕捉之下 都頂到回來 拿到第三 但是 問題是 同場 碎碎有福 他之後再出 是 沒什麼表現 那所以 我對這場的水準 是有點懷疑的 所以我覺得 成中勇士 好看 因為這場的頭馬是好精神 因為好精神 就在這日 第二場 都會上陣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 這筆好精神 在第二場有表現的話 我覺得可以調高成中勇士的評價 對 另外 馬 果然 僱幸 他 那個狀態始終有點飄發 還有 他的配備 都是 轉來轉去 都是等了幾場 另外 威力飛彈上場 他贏得很輕鬆 不過是5班 今場 聖班 還要排10檔 預計跑法都很避毒 所以就會看低一點 所以我覺得 勝利神區 如果他 可以跑出 上季 735 魔場 的水準的話 這一組 我覺得夠砌了 加上 一定會有些賠率 始終 連續幾場都沒有表現 加上 這個倉 都是弱西馬房 但是他葉祖寒 在這一天都 強陣出擊 大子磚 觀天下 好精神 這些 看看這支 可不可以配合 馬房攻勢 交道表現 好 那第二支 我要推薦的馬 就是 第九場 3班14米 我的深水馬匹 就是9號的信心星 那這支馬 看回統帝資料 他跑過這個路程六次 總共就贏了兩個冠軍 一個第二 和兩個第三 那他唯一一輸 其實只得到第四 所以 他的演出 是相當的準成 那他上一場 就 升上三班 角族 排著他二檔 那最後 你也看到 他那個 沿途的補足 都是 頭兩段 就快 比標準時間快 0.3秒 那第三段 就按回文 少少 其實都對 前置馬的不利 所以這場 堅有威 就可以 後上 而信心星 真的在 蝕快捕捉之下 都頂到第二 都幾出色的了 那我 可以看看這場的直鏡 那這一場 就是 信心星 現在 你看到 轉彎 他就排著在貼欄 第二隻 黃衣 綠武 那 這場 跑第三 營營威風 就是 二碟 網空 橙武 六三 而 現在 是東方飛影 那 你見到 差不多 轉入直路了 東方飛影 基本上 是頂住了 後面的信心星 信心星 現在都沒有位 而你看到 營營威風 已經是網空 打開了 現在信心星 就是 硬撞進去 上來 你看到 馬頭 都是側放側了 根本還沒有拿正平衡 那隻馬 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已經是 衝得很厲害 那個 衝勢 到了 最後的階段 才可以拿正平衡 衝 那 你見到 在這樣的劣勢之下 都可以衝贏 營營威風 就是 僅僅輸給 兼營威風 這場 都反映到 他的實力 是很厲害的 那 到 說回這場的形勢 那 因為 這場 又是 路對手 又在 營營威風 大浪桃田 風繼續吹 這些馬 都是上一場 信心星的對手 那 但是 說回這場 的補足 因為 預計這場 步速都不會有十分之快 因為 預計會放頭 的馬 營營威風 真的有機會會放頭 另外的馬 陸續風收 有機會放前 進馬為誤 也有機會放前 那 捉完這個14磅 看看他會怎麼跑 始終他沒有跑過14磅 那 有機會他會搶前 也不出奇 那 所以信心星 這個七檔 我覺得 都算好跑 我覺得 以他的前速 都可以放到一些 異疊 跟前的位置 對了 那 因為這場 對手實力 又不算特別強 或者 仍然威風 雖然抽到漂亮 但是 剛剛也說了 就是 上一場 就是 在望空 直路 初段 在望空 打開了之下 都 輸給信心星 我覺得 計兩批馬的質素 我覺得信心星 會比較高 當然 我不知道 到時的制御會怎樣 但是 純 純 論實力 來說 我覺得信心星 會比較好 另外 陸續風修 他曾經 跑過一次 條條線4 拿到第二 但他拿到第二 那場 其實是賺了一個萬步速 所以 我也不會看得很高 另外 戴朗桃田 風繼續吹這些 上場 都是賺了一個快步速之下 只是衝近 所以 這些 我也是 會 看低一點 很少 捉完這些 又是 一些 八明物體 上兩場 都跑得好 但這場 他真情 真的不知道 可以不可以 還要排著14 所以 將這些 最多拖腳 另外 耳經歡呼 上場 四班 都 贏得出色 但是 當然贏了頸位 但因為 這批馬之前 都跑過三班 那 都近過的 他在 之前 呃 就是 上季 六零七 都跟 手機表白 人心星 這些馬跑近過 但是 實際 證明 都不算很多 所以 我會覺得 拖腳 會比較適合 所以 總共來說 信心星 在一堆對手中 能力 是較為突出的一匹 我相信 如果他可以 跟手 都在 有利的位置 我覺得 他的 贏定 都算大 所以 我 這場 首先選了這匹馬 好 第三匹 我要推介的馬 就是 4號 老班 精神 這匹馬 之前 贏過馬 就是 填上1200 那時候 大勝三個馬 之後 升上三班 到今季 他增程到1400 他跑了兩場 1400 但這兩場 他的表現 都不差 因為 我們先看看 第一個場 今季初出的場 他就排了11檔 那 你見到 步速 都是 前偏快 跟著 第三段 那麼慢 這些步速 都是不利 前置馬 所以 你見到 頭三名 都是 後上的馬 那 老班精神 是 一隻 可以 在前面 還沒有斷 第四名 過終點 他都屬於一匹 反捕捉 趨勢 這場 還要 走外跌 所以 這個第四 是 不差的 到上一場 又抽到10檔 又有些 不太好 的位 這一場 他又是跟前的 你見到 捕捉 又是 頭兩段偏快 第三段 那麼慢 這些又是 對前置馬不利 但是 老班精神 依然可以 頂到第三 只是輸了一個 馬位 那 這個表現 又是出色的了 那 說回這場 他又 很不幸 你抽到14檔 那 貌似 形勢很劣 但我小心點 看看 這一場 快火的馬 其實不多 不過 譬如 有型人 上場 沒錯是放頭贏的 但是 你看到 他那個放頭的段速 是非常之慢的 在慢方之下 放到回來的 所以 今場 他會不會再放 都是未知之數 有機會 他不放也不出奇 那 另外的馬 金牌活力 其實 他 是有 前足去放頭 不過 董明朗 就不是一個喜歡放頭的騎士 所以 他也是未必會放出來的 對 所以 你看回整組馬 其實 算起來 老班精神 就算是14檔 我都預計他可以 搶前 至少都應該 放到來的二碟 望空的位 甚至貼欄 我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 看回這場的對手 不是特別強 例如 布達威猛 這匹馬 他上場 也算是賺到快捕捉 下 追到回來的第二 但這場是1200米 這場是1400米 但這匹馬 一定是留後跑 但我預計這場的捕捉 不會太快 所以 他留後跑的形勢 我怕他會失去捕捉 另外 同樣是美麗 這匹馬 上季是最高級的 連續跑了兩場 第二 特別是 輸給球星那場 是有點不值 但是 今季 他有一件事 我是挺 有問號 就是 他今季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游泳 你看到上季 他的操練都很正常 代表有游泳 所以 那個狀態 就是 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 回落了 金季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這件事有關 所以我對他的健康問題是有多擔憂的 加上 他上一場 就是 你看到他 茅廁 是開最快有沒有短時間 衝回來 只是輸過幾碼位 但是 其實可以看回 賽事片段 如果有時間 他中段 是被主馬拆掉了 我覺得 如果真的狀態好 的馬來講 不應該有這些事發生 所以 他的狀態 我是有點疑問的 所以 這些馬 就算這次 抽到好的檔位 我也覺得 最多拖腳 另外的馬 遙遙龍先 這一拖馬 隔了百多天再出 10月22日 複雜才是不錯的 但是 始終他 上一場 都只是贏四班 他贏的時間 都不算受分出色 今場 升班 面對對手強很多 我覺得 對他來說 他的考驗都大 所以 這一拖馬 就會變遷一點 另外 友營人 都一樣 上場 其實都適合 才贏的頸 今場 升班 雖然沒有輕一點 但是 我也覺得 不要踢得這麼高 這拖馬 還要 一向我僵口是有問題的 上場 就說 王虎 站得很漂亮 但是今場 還會不會有這種形勢 另外 星雲笑雀 連場都很接近 但是問題是 今場 又找王智雲騎 他騎不騎得 有些拖馬 又是一個疑問 另外 城好運 都能力都見盡 但是 這次排中一檔 都 有機會幫到他 這些馬 最多拖腳 所以我覺得 那班精神 這個14檔 雖然 貌似是挺惡劣的 因為 你看回 統計資料 填祖斯加3 14米 根本 就對內蕩賣很有利 你看到 1342檔 你看看 上場 是接近三成 有些是超過三成的 而你看到 最大 14檔 那個上man率 是10%都沒有 而勝率 更加是0% 那所以 就是 一定是有 14檔 當然是一個不可以的代位 但是我覺得 始終 數據是死馬是生的 因為始終結合這場的形勢 我覺得 老班精神 就是 那個形勢 不是想像中那麼劣 如果他可以放在前面的話 不要被人 頂三點 那 我覺得 這一場 是有機會的 如果 因為外蕩賣 而換了一些 賠率的話 我覺得更加直播 因為 如果給他穿這匹馬 如果排回 三四檔 這些馬 一定 五倍都沒有 一定三四倍 如果 現在 因為外蕩賣 換了一些分頭 我覺得 是可以試一下 所以 我們先推介這匹馬 好 重複一次 我今天所推介的三匹馬 分別就是 第四場 9號 勝利神驅 第九場 9號 信心星 還有第十場 4號 老班精神 好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更多的 深水馬匹 下次見 拜拜